社會消息要帶您關心到 新北市一名楊姓男子 因為私吞金錢遭到了拘禁 他的養父接獲歹頭的電話 鎖討200萬元贖金 警方獲報 在昨天下午跟監嫌犯的車輛 到了北市新門商圈 嫌犯看到大批的警力 開車衝撞嚴謹 最後警方是對空鳴槍 才成功的將人制服 而犯案的6名嫌犯 現在是全數落網 他們聲稱 因為楊姓男子欠錢不還 才把這個歪腦筋 動到了楊父的身上 自導自演追出綁架案 的人員查出 其實雙方都是詐騙集團份子 收入車上的嫌犯 以為可以拿到贖警 沒想到警察早就在埋伏 他們完全不管西門町人多 車多在路口接連 衝撞小黃和轎車 刑警追了上來還不配合 救人時間要緊 只好對空鳴槍 用警棍敲破車窗 硬把車上的嫌犯拉下來 強勢歹人 大動作圍捕 嚇懷目擊民眾 還有人以為是黑道當街駁火 警方徹夜追查 發現原來雙方 根本不是單純的債務糾紛 而是詐騙集團黑吃黑 同伙看到事情曝光 趕緊放人 被害人渾身試傷 最後被丟包到醫院 這五名嫌犯 眼間事情鬧大 立刻分散逃逸 不過怎麼逃 也逃不了 整體輪勒署 起因居然是因為被害人 清除了詐騙款項 110萬元 他利用當兵服役 躲進部隊 卻害養父經營的金紙店 不斷被騷擾 這次特別請假 被騙出來談判 沒想到卻遭到強壓上車 再到桃園的汽車旅館 拘禁毆打 惡劣嫌犯市的大開口 要價200萬元才肯放人 約在台北市萬華拿錢 不要警察先一步 再行動大陣戰圍捕 嫌犯落往後 想要誤導辦案方向 還一度辨稱 整出現是被害人 自導自演 被害人 曾經擔任這個車手 然後把詐騙的款項侵吞 然後無法交代 所以才被嫌疑人 把他誘騙出來 毆打凝虐 中六名嫌犯 全是黑道主聯邦名人輝分子 被害人第一次當車手 搞不清楚狀況 大膽黑吃黑 人雖然順利獲釋 但被打到全身是傷 還要被依法送辦 這裡 閃山楊文豪 新年報導 文豁 大膽 旋